真的非常抱歉 讓各位媒體的大哥大姐 又再多跑一趟 然後 真的非常抱歉 為大家做了不良的示範 不良的示範 生日酒駕自衰 張廷胡先生 九十度鞠躬竊罪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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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這樣的 張廷胡啊上個月底 在警方的路檢點附近自衰 電自衰 有猛到 究竟那天發生什麼事咧 他十二號在所屬的經紀公司 策略長陸翰林陪同下 來到士林地檢署出庭應訊 快來聽聽張廷胡說清楚講明白 我一定喝得不來 一些些 生日那一天朋友幫我慶生 然後喝了點酒 搭車返家後 輕忽了酒精對我的印象 做了錯誤的判斷 才又騎車出門 導致自衰的意外 真的非常抱歉 身為公眾人物 我做了不好的示範 對不起大家 為什麼第一時間要說謊啊 CD11號經紀人出面 否認說 不或沒有 那你們兩天的說辭 豈不是淺或矛盾嗎 出事之後我都待在家裡養生 然後 然後 所有一切都是 聽從公司這邊的安排 關於這點是 我們公司做了一個 錯誤的判斷 因為剛剛好在宣傳期 然後 突然之間發生了這件事情 我們一直直接反應不過來 原本想說一切到 開庭的時候 會一併跟大家解釋清楚 但是 抱歉我們沒處理好 可可 原來是豬隊友來著 對不起 所有 支持我 關心我的人 真的非常抱歉 我會 去面對跟承擔 所有相關可能要 負的法律責任 至於張廷虎臉上的傷 大概還要等兩三個禮拜 才能完全復原 娛樂動新聞 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報道